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最顶级的五一盐茶被称为大红袍 这个名字来自于天心永乐蝉寺后山峭壁上的六棵古茶树 北年茶季开始 采茶宫天不亮进山 徒步两个多小时到达茶园 在五一商来说最精品的茶那叫山坑两件 是落坑落件的茶 它的茶品质都特别好 路灶时间短 叶片也比较厚 泡出来的滩水它也比较醇厚 这种茶它就好像以事隔绝 在这种商里它就像长修的大师一样 在这种劲当中去尝语感受 这种茶它就有这种感觉 天心村的黄胜辉师傅 每年还坚持按古法做一点手工大红袍 在我们讲这个五一商 为什么讲做茶要天时地利能和 三者合一的时候 茶才能做到极致 它就跟它生长的地利环境也一样 你要有最好的制作师 然后你还要有最好的制作的环境 在窑青的时候都很讲究 而且在这个水分撕淡的时候 它那个茶边缘开始利用红双边 这个茶开始有标准的发酵的过程就出来了 沙青你看了200多度的温度的锅 只要稍微不留意 那手肯定被烫起泡了 在楼碾 用尺状的楼碾塞 便宜就像我们打太极一样 你的手要很巧 左右的摇摆 让那个茶的清电 它要会卷起来 用的都是内力 这个精品茶它就是要微火慢炖 那么我们要用炭骨机烘焙它20小时 传统大红袍 做得最极致的 可以烘焙9次 这样做出来的茶 清滑有光泽 如同泥鳅鱼一般 顾名泥鳅火 我们讲这个五一山的茶 它在品茶的时候 一定要品出声音啊 它对茶的是一种赞美 你看 这样的 它叫错茶 错茶的过程呢 它是让你整个口腔里面 每个部位都要去接触茶的滩水 然后这泡茶所有的好坏 那在你的生命上全都体现出来 感恩和我们茶的所有的重点 因为他们成就了我 这是我人生对茶 另外一层的一种体会 跟一种感觉 所以我回来以后 我就定下标准 就是一生要去茶结缘